我叫李绍华 来自台湾高雄 我是彩虹天使咖啡屋的创办人 彩虹天使咖啡屋呢 一开始就是为了一些 听不到声音的听上孩子所创办的 那我们特别希望的是 我们一开始遇见他们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手心向上的 也就是说等着人家来施舍 他们一些物资或是金钱 但是呢 这是没有办法长期持续的 所以彩虹天使咖啡屋 就希望教会他们一些技能 让他们可以变手心向下 自己呢 能够去做一些烘焙的点心 能够自食其力 能够得到人的敬重 最重要的是 其实听上孩子他们心里上面 很缺乏自信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很需要有一群人的陪伴 那这就是咖啡屋 很重要的一群人叫做志工 也就是志愿者的这个大家庭 我们也常常觉得说很感动 就是很多志工 他一到五可能非常的忙碌 甚至我们有的志工 他是一到五 飞往五个不同的城市 但是他在礼拜五的晚上 他就一定会回到北京来 礼拜六 他就一定会带孩子来到咖啡屋 他们觉得格外的真实 然后格外的单纯简单 跟他过往这一到五的时候那种忙碌啦 为了利益啊 为了学业啦 为了分数啊 不断的在忙碌的这种状态 是完全是很大的反差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们找到的是平常的工作 或是学校环境所找不到的这种感情 其实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讲都已经无可替代了吧 因为你想一般的家人都不见得每个礼拜 能够聚在这里 然后大家共同为了一件 彼此都觉得很认可有意义的事情忙碌着 我们都觉得在咖啡屋这里 好像找到了我们另外一个家一样 也让我们在这里感觉有根有基 我原先其实是金融业的专业的 包括说在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台大财经系嘛 然后也有取得美国财务分析师CFA的Charter 那这个其实在北京来讲的话 大家都说就是含金量很高的一个证兆 那原先也是想要再回金融业去 但是就是姻缘机会在2016年的时候 遇到了这群听障孩子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把我的心给留住了吧 过往我们认知的两岸交流是办活动 但是等到我们在咖啡屋 每天每天大家坐在那里都在做两岸交流 可能他们两个吵架了 然后我们我是来自台湾的志工 他是来自当地的志工 我们一人劝一个 那也是一种两岸交流 然后透过你点一杯咖啡 或是看师傅们做点心 简单的学一个手语 坐在这里看个书 处理你自己的事情 你都是在做两岸交流 你也是在做无声世界跟有声世界的交流 最重要的是 在这里一起感受爱的力量吧 心安之处即是家 彩虹天使咖啡屋 是我们台湾人在北京的家 也是你们大家一起的家 欢迎你们来咖啡屋 感受这一份爱 感受这一份爱